大家好,我是旭哥,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這是快打旋風對決3Fighter 好,那旭哥今天來講一下這個最強的終極輸出角色 那這些角色其實非常難抽,但是他非常強勢 強勢到有點逆天,但是他要養起來也非常困難 那比較適合就是新台幣很多的人 就是你錢很多的話,那你可以好好玩這隻角色 台戰,新台幣戰士,很適合這個角色,非常強硬 強硬到非常逆天啊,非常太強了,強到很誇張 好,那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水關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遊戲的虛寶序號 都是獨家最新在這個旭哥的頻道首頁 然後有這個旭哥手遊攻略快打旋風的攻略專區 這邊有TD神角、瘋火雷、魔王中獅隊的神角後期的角色 然後隱藏神角 各種免費的角色免費神角都有推薦,然後無科玩家怎麼去玩 然後怎麼抽轉彈 然後怎麼樣佛系的玩,這邊攻略非常多啊 就是你是無愧的玩家像旭哥一樣,可以很輕鬆的入手,入門 然後有斷招神技啊,抽轉彈,然後 怎樣講最強神角啊,然後很多的BUG的分享 閒聊,然後還有就是一些攻略 非常多,那轉彈要怎麼抽 然後怎麼樣 必中轉彈,那攻略非常多,那大家可以慢慢看啊 免費的資源都可以在這邊入手,好 那我們進入攻略啊,Let's go 好,那首先旭哥是無科玩家 所以當然就是最推薦的角色,就是最強神角 當然是以比較好入手,然後又最好養 然後可以發揮最大CP值,最大的輸出為主的角色 那你假如新台幣很多啊,然後你就是抽運實在太猛了 就是各種方面,新台幣也是台戰的話,那你很適合這個角色 好,那麼來講一下這個最強的終極輸出角色啊 就是這個江君啊,江君說明這個魔王陣營的角色呢 非常有名,那大家應該也都知道這個角色啊 有玩過快打旋風應該都不會不知道這個角色啊,江君 這個是鼎鼎大名的,然後 也算是魔王陣營的最出名的一個角色 那人氣可能也算是蠻高的吧,可能啊 好,應該有人喜歡江君嘛 那旭哥其實玩到現在大概快要兩個月,還是抽不到這個角色啊 這角色真的非常難抽 所以你假如是有非常多的資源資金啊,可以玩的話 那你也很想要把它抽到手的話 那江君算是一個最強的終極輸出角色 那你可以好好的瞄準這個目標 那我們來講一下他的必殺技 那必殺技叫終極夢魘 終極夢魘呢,最多可以打出306%的傷害 然後砸地呢,會引爆這個能量光柱 能量光柱會重擊敵方目標的這個範圍內多個目標 然後會造成這個191%的傷害 就是他打完之後還會再打一個光柱,非常強力 然後而且他必定會賦予這個虛弱的狀態 那虛弱狀態呢就是 會就是降低攻擊力嘛 他最多可以疊到10% 那假如是在處於這個魔王的狀態下的話 失敗技能損失10%目前生命值 然後能量光柱會使用碾壓的效果 碾壓效果就是自己的生命越低傷害越高 最多可以提升到傷害的兩倍,就非常痛啊 這個就是魔王的狀態 以血來換這個輸出 算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這個遊戲呢最主要不是血 血氣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要把敵人秒掉 所以在必殺技的階段呢 能夠把敵人一次接到掛的話 那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這個終極夢魘非常好用 但是這個要把它練到很後面 其實基本上你的那個 新台幣的這個威力要很強大啦 新台幣的威力要非常的強大 他現在把他練到很後面 這個第一個終極夢魘必殺技 那還會有這個額外附加這個 另外一層虛弱 他的能量光柱練到滿的話 再來我們講一下這個 第二招這個連招1 連招1的話呢 他可以打出最多可以打出398個傷害 然後練到滿的話會對這個 隨機的目標3個 然後吸取他的攻擊力 然後每次會吸取這個5%的攻擊力 最多可以吸取15次啦 就是可以把攻擊力吸走 那對方的攻擊力被吸低的話 那你的攻擊力也會增加 一來一往你的那個攻擊的差距就會增大這樣 你的攻擊力上升 對方的攻擊力下降 所以虛哥覺得這是非常強力的技能 但是因為他有 很強大的連招3 因為連招3是範圍技嘛 所以連招1可以看情況使用 就是看你要怎麼搭配這樣 那必殺技也非常好用 那我們講一下他的連招3 連招3也是非常棒的 這個精神衝擊 精神衝擊的衝擊 他是一個範圍技 然後再連招3 連招3他會打出一個螺旋狀的穿透 多個目標 以靈魂能量 然後會來回這樣攻擊 最多可以打出616%的傷害 然後再附加 百分之百會附加一層虛弱 然後在這個穿透的過程中 他還會提升自身的50%傷害減免 虛弱剛剛講會降低對方的攻擊力 最多可以疊十層 那大家注意一下這個連招3 精神衝擊的你假如透過這個他的格鬥意志 他的格鬥意志呢 可以把這個 就是精神衝擊也升級成這個精神懲戒 那精神懲戒就是他的傷害值會再提高 會變成700%的傷害 然後附加虛弱 然後只要穿透目標 就是他有這個累積靈魂能量 將他引爆的話 還會造成這個重擊 重擊也會造成175%的靈魂傷害 然後一樣就是會有這個50%的傷害減免 就是說把這個 精神衝擊的變成精神懲戒 就更上一層樓了 就變更強了 所以基本上格鬥意志一定要升 因為他原本只有我記得是616%的傷害值 在這邊 練到滿的話616%的傷害值 但是你用格鬥意志練起來的話 至少700%還附帶了後面的效果 就是有這個靈魂傷害 175%還有這個50%的傷害減免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基本上這一隻非常猛 然後格鬥意志也是要練 格鬥意志真的要練起來 會讓他的輸出傷害提高非常多 算是一個滿特殊的設定 就是專門為這隻角色設定 再來我們講一下的被動技能組 被動技能組的地獄歸來 地獄歸來是會為全體隊友附加魔王之力的狀態 那沒損失呢 這個最大生命值的1%就會獲得0.5%的傷害加成 這個非常強啊 1%那你假如是損失比如說 80%好了 80%的生命值的話 那你就會獲得40%的傷害加成 就是你的血扣的越多 那你的傷害加成就越高 那這個在同個時間呢 你還可以獲得這個免疫控制這樣 那你練到滿的話呢 就是 他除了這個傷害加成之外呢 還會提升每1%的損失的生命力呢 會提升這個0.4%的傷害減免 有的時候我假如損失了50%的這個生命值好了 那我就會提升20%的生命減免 所以就是還附帶這個非常強力 這個魔王歸來這個 地獄歸來這個魔王之地是非常強硬的被動技能 他就是沒有條件就可以直接發動 非常強 所以這隻角色真的是終極的輸出角色 那因為他很難抽 所以旭哥不常特別講他 因為真的是 旭哥玩到現在還沒抽到啊 老實說就是這樣 那因為主要poison啊什麼那些 都是算比較好抽又比較好癢 而且又非常強硬 那這隻是 雖然非常非常強 但是很難抽 好 那將軍嘛就是非常難抽 也是很稀有的一個角色 在他練到滿的話呢 他會有 對自己啊 會有這個雙倍的魔王之力 直接double啊 直接double應該就是說 他損失多少生命值 他的傷害加成就會提高多少 直接把那個效果double 太猛了 最後呢他這個 受到致命傷害的話 會進入魔王狀態 然後提升30%的傷害 並且免疫所有傷害3秒 還直接進入無敵狀態 開無敵星星了 然後就是 但是他也有一個缺點啊 就是之後無法受到治療效果 但是他就是快要掛了嘛 就背水一戰這樣 直接提升你的傷害值 提升你的 呃 回復自己生命值30% 並且進入所有狀態的免疫 非常強力 所以這隻角色呢真的太強啊 不會是最終極的這個輸出角色 那 旭哥推薦給大家 那大家就量力而為吧 你假如是新台幣戰士 你真的資金非常充裕的話 那你可以好好玩這隻角色 好 那今天攻略錄到這邊 記得訂閱旭哥手遊攻略 趕快打旋風攻略專區 我們下次見